2020年1月2日是几亥年腊月初八 也是中国传统的腊八节 当天一早 在北京拥和宫 人们正排着长长的队伍 等着领取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 一百多桶 材料是就是一个星期之前就给准备了 有这个我们准备完了以后 昨天开始熬的 腊八节是一个祭祀祖先和神灵 祈求丰收和吉祥的节日 在中国 有腊八节喝腊八粥 制作腊八蒜等习俗 腊八粥起源于腊月祭祀活动 被认为具有驱赶瘟疫邪恶的功能 而雍和宫的十周活动 从清朝便开始 每年腊八节 八方信众会齐聚雍和宫吃粥 以求吉祥平安 记者注意到 领取腊八粥的人群中 有许多年轻的面孔 有年轻姑娘身着汉服前来领粥 也有年轻妈妈带着孩子来沾服器 我今天来这边就是 给孩子领了腊八粥 然后也想沾沾服器 新年嘛 新气象 我觉得腊八这种传统活动呢 其实穿汉服出行也是 很有纪念意义的一种事情 今天就穿了一身叫红的 就喜庆的颜色来 也象征着这种新年的好兆头 现场还出现了一些扬州客 他们告诉记者 此行不仅感受到中国文化 更品尝到了一种 独具意义的中国美食 据了解 当天共分发了 一万五千余份腊八粥 周游32种食材熬制成 重达五千余金 更多精彩尽在 中国新闻网客户端